未无限到 蓝战 原来蓝家祖先也封印过白虎 从前辈留下来的记录看 白虎和玄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同的是 白虎乃力气所化 玄武体内的阴铁乃怨气所化 这力气和怨气谁更难降服 来往基岛 力气 力气是天生的 是主动的 具有强攻击性 需要驯服 怨气是后天的 是被激发的 需要化解 正因为白虎是力气所化 很难驯服 所以只能封印 可是封印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如何才能彻底消除它 一阵地动山摇般的虎啸 由远极尽传来 蓝忘机脸色一变 拉起魏无线往后退 一只铜体白色的巨虎站在洞口 虎视眈眈盯盯着它俩 它认出了蓝忘机 露出一丝恐惧之色 低吼一声 往后退 再一抬头 看到了蓝忘机身后的魏无线 似乎有些疑惑 怎么今天来了两个人 鼻子嗅了嗅 闻到了魏无线身上的轨道气息 迈开虎步 狂喜向魏无线奔来 退后 这里不用你 蓝忘机将魏无线推开 拨出避城 迎战白虎 先前还有些恐惧蓝忘机的白虎 此刻如发狂一般冲出来 张开虎口朝蓝忘机跃去 蓝战小心 那血盆大口把魏无线吓了一跳 举起陈琴 放到嘴边 他有些不明白 那白虎似乎是冲着自己来的 几声又急又烈的笛声一出 白虎的动作停滞了一下 蓝忘机何德敏锐 立刻一箭刺中了他的心脏 白虎站在原地微然不动 两人都以为想住他了 正带喘口气 却见白虎化作一道耀眼的白色光柱 直冲冲向两人卷来 蓝忘机一把将魏无线甩开了老远 那光柱顺势将蓝忘机卷了进去 惊天巨变发生在转瞬之间 魏无线还没有站稳脚跟 却见光柱已将蓝忘机吞没 魏无线肝胆剧烈 蓝战 天地如此辽阔 时空如此寂寞 没有人回应他 只有碧城掉落在地 与千年不化的冰雪撞击 发出刺耳的声音 还有叮叮当当 似珠子掉落在地的声音 蓝战 蓝战 他浑身颤抖 从来没有人告诉他 如果世间没有了蓝战 他该怎么办 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蓝战走得比他早 他又该如何度过余生 他一直很放肆 是因为他知道 蓝战连他的体弱 懂他的执着 珍爱他的理想 绝对不会放弃他 他想一直放肆下去 却从来没有想过 那个一直站在他身后 护他周全的人 会先行一步离去 在光柱冲天而起 即将消失之时 魏无羡举起陈情 朝那光柱冲去 公子 不可以 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 有人死死抱住了他的腿 魏无羡的意识消散之前 看到了温宁 那满是泪痕的脸 他想知道温宁是怎么来的 可是他太累了 栓子一歪 晕倒在温宁身上 三个月后 昆仑山脚下 魏无羡感觉自己 做了一个很久很久的梦 但他不想睁开眼睛 他想一直停留在梦里 之所以知道自己醒了 是因为听到了温宁的声音 公子 你醒醒 公子 别哭了 他知道自己的泪水 一定打湿了枕头 因为温宁一遍一遍给他擦泪 不到一个时辰 就给他换了两个枕头 许久他睁开双眼 艰难地坐起 看着温宁喜不自身的表情 温宁 你为什么要让我活着 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温宁吓呆了 笨手笨脚抱住他 公子 你还有我 让人相抱了许久 一个女子掀开帘子 走了进来 你 你是谁 那女子 惊得后腿 魏无羡见那女子 看着眼熟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在哪见过 便不吭声 纳兰姑娘 这是我家公子 温宁站起来解释道 转身对魏无羡道 公子 是这位纳兰姑娘救了我们 我们陷在昆仑山脚下 魏无羡忽然打断她 强打精神道 我记得你 比武昭清 我赢了你 原来 你叫纳兰 纳姑娘正是之前 比武昭清的女子 此刻换了女装 洒爽英姿之外 多了几分妩媚 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纳兰姑娘却狐疑地看着她 确定是你 你之前不是长这样的 我就像你们的时候 你也不是长这样的 魏无羡听得云里雾里 温宁窃切地拿了镜子递给她 公子 你已经恢复了原生 不再是墨玄宇的身体了 镜子里照出的是一张熟悉而陌生的脸 温神静朗却难掩憔悴 正是二十年前的自己 它不再是柔弱的墨玄宇 而是所向披静的魏无羡 白虎化成光柱卷走蓝栈后 掉下了几颗灵珠 那是天地之精华 存储在白虎的五脏六腑内 温宁将其中的一颗给魏无羡扶下 它醒来便恢复了原生 它一运气 果然 她的丹也回来了 温宁 我要这具身体做什么 我要丹做什么 她苦笑道 蓝栈都不在了 要这些有何意义 温宁像做错了事一般 低头道 对不起 公子 我没有把蓝公子救回来 跟你有什么关系 蓝栈的功夫比你强 哪里是你能救的 不必自责 魏无羡重新躺进被窝 她太累了 不想说话 不想微笑 只想进梦里见蓝栈 那蓝姑娘总算听明白了 原来这两人来昆仑 是为了想白虎 原来那个白衣男子没有回来 温宁和纳兰彻夜不眠地 照顾魏无羡 她一会儿发烧 一会儿说胡话 说来说去就一句 蓝栈 等我 待她精神状态好一些 纳兰终于把心中的疑问 抛了出来 你到底喜欢男人 还是女人 魏无羡无所谓答道 都喜欢 男女老少都喜欢 我喜欢过很多人 但只有一个人最特别 就是你口中的蓝栈 对 我这一生喜欢过很多人 但是只爱过一个人 喜欢是欣赏 爱是心疼 喜欢是想和你并肩同行 做喜欢的事 爱是想和你生死相随 永久同眠 有人 我来说 我来说 我们来说